昨天上午,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完成了首次长钢轨无缝焊接 当天上午,随着两根500米长的钢轨被牢牢焊接到一起 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首次完成长钢轨无缝焊接 此次焊接采用移动闪光焊技术,每根长钢轨重达30.4吨 经专业技术人员操作,每个焊头都可实现质量追溯 拉林铁路无缝线路焊轨是从2019年5月份开始准备的 因为拉林铁路位于高原地区,为了保证焊轨接头的质量 进行了30次的焊接落锤试验,最终确定了焊机参数 我们把焊接接头送到铁科院检测报告都合格 据了解,川藏铁路拉萨段需完成的钢轨焊头有1600多个 预计明年3月底可以完成全部焊接工作 川藏铁路拉林段全长435.48公里,是西藏境内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设计行车速度160公里每小时,预计将于2021年建成通车 通车后将构建起西藏连接川渝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的大能力快捷通道 塑索